五点半我们发布陆上警报区域增加了屏东地区 另外海上警报区域则跟之前一样 是在东南部海面 巴士海峡 东沙岛海面 以及台湾海峡南部 台风在过去还是在逐渐在增强中 然后目前还在五点的时候 已经来到俄罗安比的南南东方 大概260公里的海面上 未来仍然以每小时8到9公里的速度 往巴士海峡的方向持续的移动 台风未来在接近我们的过程中 强度还会在增强 提醒大家 还在今天到明天 在接近我们的过程中 强度依旧是维持中度 比较强的台风结构 台风结构完整来影响我们 所以它经过地方 特别严防强风好雨的状况 至于未来的路径 从路径前身预报上 我们纵观整个台风的移动 以及大气的变化 还有所有的台风指引的资料参考之下 我们预估未来台风 还是持续向西北线方向 像刚刚所形容的 要到明天白天以后 才逐渐出现向北转的角度 甚至到星期三的上半天 还才逐渐有更明显的北转角度 由于它的过去移动速度 以及方向 实际运动 以及未来的预测 所以我们预估它最接近影响我们的时间 最明显的时间 从原本的周二周三 会一直延长到周四的上半天 因此周二到周四的上半天 将是要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 当然影响最明显的还是海面上情形 目前在东南边的海面 以及鹅兰堤附近海面 已经出现长浪的现象 我们预估今天 在基隆北海岸 东半部沿海 包括绿岛蓝域 还有横穿半岛沿海 已久长浪的现象 而且随着台风逐渐靠近 连西南部的沿海 甚至西里部的沿海 也会有长浪现象出境 另外在海面上的风浪 蓝雨在今天清晨 已经观测到7.7米的浪高 台东外海也有4米的浪高 至于其他各海面浪高 也有增强到2到3米浪高 所以台风今天晚上 明天更为接近 我们可以看到4米的浪高 已经环绕在台湾附近 所有的海面上 尤其在东南部海面 还有巴士海峡 有6米以上的浪高 然后台风中心经过的地方 遇到蓝雨 还有8米以上的浪高 而随着未来台风的移动 台风中心经过的地方 浪高也都会有8米以上 这下提醒大家多留意 至于风力方面 蓝雨已经有观测到 12级的强风 然后西北部沿海 也有9级左右的强风 所以他接近气象鼠 先提醒大家 我们一样请大家看 是黄色的区域 黄色区域以上的区域 就是平均风7级 阵风9级以上的区域 这些区域对所有的航星 及作业来说是非常的危险 今天白天的时间 今天晚上的时间 一直到明天白天的时间 我们可以看到 比较大的大风浪区域 已经越来越扩展在 台湾附近的海域 尤其是台风中心 经过的地方 甚至会有14级 15级以上的浪高 对不起 14级15级的强风 这种情形 要提醒大家多留意 那目前我们发布 陆上强风特报 就以今天来说 绿岛蓝雨 会有10到12级的强风 横春半岛 会有9到10级的强风 澎湖静门马祖地区 东南部沿海 西北部沿海 会有8到9级的强风 而这些强风 会随着台风靠近 出现强阵风的地方 越来越多 强阵风的风级 也会越来越大 至于在天气方面 昨天到今天 台风的外围云系 到今天的外围环流 会带来一波一波的降雨 首先先看台风中心 周围 红色的 就越暖色系 的雷达回波 这些地方 经过到我们上空的话 就很容易带来 瞬间的强降雨闪电 甚至会有闪电 雷急的状况 当然 最重要的瞬间强降雨 像今天清晨 遇到蓝雨 以及花莲地区 就受到这样的强回波 所以已经出现 十余辆 三四十毫米的降雨 随着台风越来越靠近 提醒大家 今天尤其 尤其 尤其 再来就是 明天 一直到星期四的上半天 瞬间强降雨 是很容易出现 请大家多留意 至于今天的天气 今天大家也是 可以看到 刚刚说外面还出太阳 没错 明显降雨的地方 就是刚回波 经过的地方 东半部地区 以及南部的山区 那当然有些回波 越过山脉 会到达西半部地区 或靠近西半部的平地 也会带来一些降雨的状况 目前气象鼠 针对今天 发布豪雨特报 提醒大家 今天在基隆 北海岸地区 东半部地区 恒川半岛 以及高平山区 桃园山区 大台北山区 可能会下局部性的大雨 其中 花东地区 恒川半岛 会出现局部性的豪雨 随着台风 外围环流 一波波靠近 这些区域 也会再调整 但也要特别注意的是 瞬间强降雨 至于星期二 到星期四的上半天 台风接近状况之下 就要提醒大家 这天气越来越不稳定 尤其我们预估 在整个东半部地区 还有屏东山区 以及北部山区会出现豪雨 以上等级的降雨 至于其他各地 除了南部平地和山区以外 也会有局部性的豪雨 特别要提醒的 如果台风的中心 如我们所预估 它会往 我们的西南部近海 再逐渐北上的话 南部地区的降雨 也会比现在预估 还要再多很多 至于星期四的下半天 台风逐渐离开 星期四的一整天在台风环流 以及它的外温环流影响之下 随着台风的运动 目前看起来比较明显 降雨区域 还是在西北部地区 尤其是山区 至于雨色情形 会随着台风的动态而来决定 最后还是提醒一下 对于这个台风 我们目前的预测 这是我们所参考的 所有台风的预报参考指引 这是1号下午2点 我们可以看到 就不同的预测指引 在明天 我们预估明天到后天 逐渐向北转的这个区段之内 我们看到很多参考指引 它的预报的路径 是更往西边 比我们目前的预测的路径 还在往西边 再向东北上来 再经过我们 所以纵整这些参考指引 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 台风中心会很接近我们 甚至有可能从南边 逐渐的北上 那影响的范围就会很多 请大家多留意 最后好 我们来小叮咛 请大家留意 今天到星期四上半天 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地方 也是最明显的时间 然后影响的地区之内 我们要进中心 台风中心可能会有长浪 会有强震风 另外沿海的风力也会强 请大家尽量不要前往海边行动 还有提醒大家 我们刚刚提醒到 好雨上等级区域 在未来台风影响的期间之内 是东半部地区 还有高平山区 以及北部山区 请延防好雨 以上等级的降雨 当然随着台风中心移动 南部地区的朋友 也要特别留意 最后也要提醒 因为这样的降雨状况 在过去好段时间 我们在第二代影响之下 山区降雨也很多 那这样降雨情形 请大家若经过 宜兰花莲台东地区 高平山区 经过这些地方 也要特别留意 以上是今天早上的台风说明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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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